雅歌,第一章,所罗门的歌,是歌中的雅歌。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,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 你的告犹新香,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,所以众处女都爱你。 愿你吸引我,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 王大我进了内室,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 我们要想念你的爱情,胜过想念美酒。 凡正值得都爱你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虽然黑,却是秀美,如同基达的帐篷,好像所罗门的慢子。 不要一日头把我晒黑了,就看着我。 我童母的弟兄向我发怒,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,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 我心所爱的呀,求你告诉我,你在何处牧羊? 正午在何处使羊歇窝?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,好像蒙着脸的人呢? 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呀,你若不知道,只管跟隋羊群的角踪去,把你的山羊高木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 我的爱人啊,我将你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 你的两腮因珠串而秀美,你的景象因金链而华丽。 我们要为你编上金铁,镶上银钉。 王正做席的时候,我的哪搭香膏发出香味。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,它必整夜在我怀中。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指甲花,在饮肌底葡萄园中。 我的爱人,看啊,你甚美丽,看啊,你甚美丽,你有鸽子的眼。 我的良人啊,看,你甚美丽可悦,我们以青草为床。 香柏树为我们房屋的栋梁,松树为我们的船子,雅各,第二章,我是沙伦的玫瑰花,是谷中的百合花。 我的爱人在女子中,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,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椅下,尝他果子的滋味,觉得甘甜。 他带我入颜艳索,以爱为其,在我以上。 求你们给我酒,给我苹果畅快我心,因我思爱成病。 他的左手在我头下,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儿,我指着张鹿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,不要惊动,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,等他自己情愿。 是我良人的声音,看啊,他跳山越岭而来。 我的良人好像张鹿,或像小母鹿。 看啊,他站在我们墙壁后,从窗户往里观看,从窗戈往里窥探。 我良人对我说,我的爱人,我的美人,起来,与我同去。 看啊,因为冬天以往,雨水只住过去了。 地上百花开放,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,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,长嫩葡萄的葡萄树放香。 我的爱人,我的美人,起来,与我同去。 我的鸽子啊,你在磐石穴中,在陡岩的隐秘处。 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,得听你的声音,因为你的声音柔和,你的面貌秀美。 要给我们琴拿狐狸,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,因为我们的葡萄树长了嫩葡萄。 良人属我,我也属他,他在百合花中木放群羊。 我的良人啊,求你等到天亮,日影逃去的时候,你要转回,好向张鹿,或向小母鹿在比特山上,雅各,第三章。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,寻找我心所爱的,我寻找他,却寻不见。 我说,我要起来,行走城中,在街道上,在宽阔道,寻找我心所爱的。 我寻找他,却寻不见。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,我问他们,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? 我刚离开他们,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 我拉住他,不容他走,领他入我母家,到怀我者的内室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儿,我指着张鹿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,不要惊动,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,等他自己情愿。 那从旷野上来,形状如烟柱,以墨药和乳香病伤人,各样香粉薰的是谁呢? 看啊,是所罗门的床,四围有六十个勇士,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。 手都持刀,善于征战,腰间配刀,防备夜间有惊慌。 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辆车。 其中的柱是用银做的,底是用金做的,坐垫是紫色的,其中所铺的是为耶路撒冷众女子儿铺的爱情。 西安的众女子啊,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。 头戴冠冕,就是在她婚颜的日子,心中喜乐的时候,她母亲给她戴上的,雅歌,第四章。 我的爱人,看,你甚美丽,你甚美丽,你的发柳内有鸽子的眼。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,从鸡猎山显现。 你的牙齿如心剪毛的一群母羊,洗净上来,个个都有双生,没有一枝不玉的。 你的唇好像一条珠红线,你的话也合移。 你的两鬓在你的发柳内,如同一块石榴。 你的景象,好像大卫建造五倍酷的高台,其上挂有一千档牌,都是勇士的盾牌。 你的良辱,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张鹿,就是双生的。 我要往墨药山和乳香缸去,只等到天亮,日影桃去的时候回来。 我的爱人,你全然美丽,在你毫无瑕疵。 我的配偶,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,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 从亚马拿顶,从士尼尔与黑门顶,从有狮子的洞,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 我妹子,我配偶,你夺了我的心。 你用眼一看,用你向上的一条链子,夺了我的心。 我妹子,我配偶,你的爱情何其美,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 你高油的香气,胜过一切香品。 我配偶啊,你的嘴唇低密,好像风房低密,你的舌下有蜜,有奶。 你衣服的香气,如篱巴嫩的香气。 我妹子,我配偶,乃是关锁的园,禁闭的井,封闭的泉园。 你果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,有佳美的果子,并奉鲜花与奶搭树。 有奶搭和番红花,昌仆和贵树,并各样乳香木,墨药,芦荟,与一切上等的香料。 你是园中的泉,活水的井,从篱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 北风啊,醒起,南风啊,吹来,吹在我的园内,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,吃他家美的果子,雅歌,第五章,我妹子,我配偶,我进了我的园中,采了我的梅药和香料,吃了我的秘房和蜂蜜,喝了我的酒和奶。 我的朋友们啊,请吃,我所亲爱的,请喝,且多多地喝。 我身睡卧,我心却醒,这是我良人的声音。 他敲门说,我的妹子,我的爱人,我的鸽子,我的完全人,求你给我开门,因我的头满了露水,我的发柳被夜露滴湿。 我回答说,我脱了衣服,怎能再穿上呢? 我洗了脚,怎能再玷污呢?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,我便因他动了心。 我起来,要给我良人开门。 我的良手低下墨药,我的指头有墨药的心香在门栓上。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,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 他说话的时候,我神不守舍,我寻找他,静寻不现,我呼叫他,他却不回答。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,打了我,伤了我,看守城墙的人,夺去我的披肩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嘱咐你们,若遇现我的良人,要告诉他,我因思爱成病。 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呀,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?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? 你就这样嘱咐我吗?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,超乎万人之上。 她的头像,至今的金子,她的发柳厚蜜垒垂,黑如乌鸦。 她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,用奶洗净,安得和适。 她的两腮如香花田,如香花朵,她的嘴唇像百合花,且低下心香的莫药汁。 她的两手好像金管,镶嵌水仓玉。 她的腰腹如同光亮的象牙,周围镶嵌蓝宝石。 她的腿好像白玉石柱,安在晶晶座上。 她的容貌如篱疤嫩,且加美如香柏树。 她的口极其甘甜,她全然可爱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这是我的良人,这是我的朋友,雅歌。 第六章,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呀,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?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?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她。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,到香花田,在园内木放群羊,采百合花。 我属我的良人,我的良人也属我,她在百合花中木放群羊。 我的爱人啊,你美丽如德撒,秀美如耶路撒冷,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。 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,以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,从机列显出来。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喜静上来,个个都有双生,没有一只不育的。 你的两鬓在发柳内,如同一块石榴。 有六十王后八十飞贫,并有无数的处女。 我的鸽子,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,她是她母亲独生的,是生养她者所宝爱的。 众女子献了,就称她有福,王后非贫贱了,也赞美她。 那向外观看,如晨光显现,美丽如月亮,皎洁如日头,威武如展开惊奇军队的是谁呢? 我下入坚果园,要看古中的果子,要看葡萄发望没有,石榴发芽没有。 不知不觉,我的心将我安置在亚米拿底的车中。 回来,回来,舒拉密尼啊,你回来,你回来,使我们的观看你。 迹象两队军兵,你们要在舒拉密尼身上看什么呢? 雅歌,第七章,王米尼啊,你的脚在鞋中和其美好。 你的大腿圆润,好像美玉,是巧匠的手做成的。 你的肚脐如圆杯,不缺酒浆,你的腰如一堆麦子,周围有百合花。 你的凉乳,好像一对小张鹿,就是双生的。 你的颈像如象牙台,你的眼目像西石本,巴特,拉并门旁的鱼池。 你的鼻子,庞幅朝大马士阁的篱笆嫩塌。 你的头在你身上,好像家密衫,你头上的发庞幅紫色,王的心,因这下垂的发柳细住了。 我所爱的呀,你何其美好,何其可悦,使人欢畅喜乐。 你的身量,好像棕树,你的凉乳,如同其上的果子,累累下垂。 我说,我要上这棕树,抓住枝条。 愿你的凉乳,好像葡萄累累下垂,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,你的口如上好的酒。 女子说,为我的凉人下咽舒畅,使睡觉人的嘴说话。 我属我的凉人,她也恋慕我。 我的凉人,来吧。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,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 我们从早起来往葡萄园去,看看葡萄发旺没有,嫩葡萄生出没有,石榴发芽没有。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 枫茄放香,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家美的果子。 我的凉人啊,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 雅歌,第八章,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,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啊。 我在外头遇见你,就可与你亲嘴,不会被亲看。 我必引导你,领你进我母亲的家,我可以领受教训,也就使你喝石榴之酿的香酒。 她的左手必在我头下,她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嘱咐你们,不要惊动,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,等她自己情愿。 那靠着她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? 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,你母亲在那里生了你,生养你的在那里生了你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,戴在你壁上如戳记。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,极恨如坟墓之残忍,其中的碳乃是火碳,有致炽热的烈焰。 爱情,多水不能熄灭,大水也不能淹没,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,就全被藐视。 我们有一小妹,她的良辱尚未长成,人来提亲的日子,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? 她若是墙,我们要在旗上建造银工,她若是门,我们要用镶板木板维护她。 我是墙,我良辱像旗上的楼,那时,我在她眼中像得恩宠的人。 所罗门在巴黎哈门有一葡萄园,她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,个人为其中的果子递交一千块银子。 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,所罗门啊,一千币归你,二百归那些看守果子的人。 你这住在园中的,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,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 我的良人啊,求你快来,如张鹿或小母鹿在香草山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